好,我們要先叫做電解水 電解水,裝置如土所示 有人會畫長得不太一樣,那個不重要 如果你現在有仔細看圖 你會發現左管跟右管的氣體量不一樣大,對不對 就等一下你要背的事情 等一下你需要背的事情 第一個 我會在,我們在國二的時候講過 純水不易導電,它是一個極弱的電解質 所以我們會加入氫氧化鈉幫助導電 你不一定要加氫氧化鈉,你可以加別的東西 但是我們國二的時候帶過,你不可以加鹽酸 你加鹽酸會產生氯氣,就跟反應就會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加氫氧化鈉,加硫酸沒有關係 反正就加出一些電解質幫助導電 然後要用直流電 要用直流電 就所謂的其他注意事項之一,要用直流電 好來,第一個你要背的 誰在正,誰在負 正極產生氧,負極產生氫 正極產生氧,負極產生氫 OK 第一個,誰在正,誰在負 然後呢,我們剛剛跟你說過了 你可以加硫酸,可以加氧酸,可以加氫氧化鈉 再來呢,不能夠加鹽酸 你不能夠加鹽酸,OK嗎? 好 加入其他的話,幫助導電 還可以加別的東西幫助導電,不能可以加鹽酸 然後基本上就是我剛才講過的方法 來 正極就是正電流出,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所以正極有很多的正,負極有很多的負 然後呢,負就會把它吸過去,氫跟鈉 這個國中生會,這個國中生會 你有背過活性誰大?鈉比較大對不對? 所以鈉比較喜歡變成離子 所以現在要回去的誰回去?氫回去 這樣就吸過去,然後誰會作用呢? 因為鈉比較不會變離子,所以誰會得到電子? 氫會得到電子 產生氫劑,產生氫劑,OK? 下一個國中生就不會,但是這裡只有OH- 所以就只有他,那以後可能有,你用SO4-2- 那到底誰作用?國中生就不會了,就只用背了 好,輕兩根過去 然後鈉掉電子,反應 這個反應是有兩種寫法 這個反應是有兩種寫法 我們有的時候寫第二種寫法會比較好 原因,你看到它會生成氫離子 我個人偏好第一種寫法,就是輕兩根過去 第一種寫法 但是你會看到第二種寫法 這個寫法有一個好處 你看到它會產生氫離子 這後面有用 這個件事後面有用 所以就過去了,就要做正極跟負極的反應 所以正極半反應,負極半反應 正極會產生氧,半反應 兩種寫法,你都可以背 背哪個都沒有關係 我個人偏好上面這個 可是客人寫的是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有好處 你看到它會產生氫離子 我後面有用,我後面有用 可以嗎?正極產生氧,負極產生什麼? 金,然後它的反應是 前兩天要背的事情 一,誰在正極,誰在負極 二,正極半反應,負極半反應 正極半反應,負極半反應 可以嗎?好 然後,重點要背 體積比二比一,質量比一比八 你剛才在這裡 看圖的時候發現,氫的那個管子比較多對不對? 氧管子比較少 其實你看方程式就看得出來了 如果你寫以前的那個水變成氫氣加氧氣 這下方程式就看得出來了 它的體積比會二比一 然後質量比一比八 那還有人問你密度比 怎麼辦? 質量除以體積就會出現密度比 所以要背下體積比 誰比誰?二比一 質量比誰比誰?一比八 要背下來 體積比跟質量比 反應是四 然後 以前加過的 如果檢驗氫氣 可以產生氫氣嗎? 什麼檢驗氫氣? 我們要怎麼檢驗的? 點火 有什麼結果? 燃燒 什麼顏色火焰? 淡藍色 暴明聲 天氣可燃 有淡藍色火焰 所以產生暴明聲 然後呢,氧氣呢? 能用什麼性質? 助燃 雨淨會 不然 我們以前學過的 因為現在電解產生的氫跟氧氣 再問你一次 怎麼檢驗氫氣 怎麼檢驗氫 OK 好 那我們講過 要知道第三件事要知道質量增加還減少 顏色變色還變淺 濃度變大還變小 板子的質量都不會變 為什麼不會變? 你產生氣體嘛 不會復服在上面嘛 會跑掉嘛 所以板子這樣會不會變? 不會 板子這樣不會變 水是無色啊 最主要是無色 最主要是不會變 濃度也不會變 but but 氫氧化鈉的濃度會增加 為什麼? 因為水變少了 你在那裡面加了氫氧化鈉 可是水變少了 所以氧化濃度會提高 氧化鈉會提高 OK 就是顏色變化 再來 注意事項 第一個我們前面講過了 地底要用什麼電? 水流電 地底要用直流電 注意一下直流電 好 那如果你用氧化鈉會怎麼樣? 我們今天講過了 如果你拿氧化鈉會怎麼樣? 你就會得到兩管一樣的 兩管一樣的多溫的氣 都有氫氣跟氧氣 濃度嗎? 我們都有氫氧氣 就只要兩管一樣的 我們喝的氣 OK 然後呢 氫氧化鈉有腐蝕氣 所以客人要你要小心 要戴上手套 不過其實我們給人濃度不大 你用下去還好 稍微四次的而已 所以呢 皮屋特別敏感 還好 然後不生啊 金水 這個全部都交過了 大量金水沖洗 那另外呢 剛剛也有人問過的事情是 它那兩個基板 如果比較靠近的時候 中間的電阻會比較小 它反應會比較快 它反應會比較快 OK嗎? 就是 我們有交有關於電解水的負視型 可以嗎? 可以 很好